六大茶类基本形成于唐宋时期,齐全于清炒,茶类最早是绿茶,其次是黄茶和黑茶,再次是白茶和红茶,最后是清茶。 公元1368至1700年前后,从炒清到六大茶类时期,虽然也只有三百多年,但发展很快,由于炒制烘清绿茶的实践,要求高香的品质,认识到烘干香气,不如炒干,通过炒干的实践,发明了炒绿茶的制法。 随着炒茶技术逐步变革,新的发明创造也不断推陈出新,炒茶花色就越来越多,如松萝、猪茶、龙井、瓜片、毛峰等名茶先后出现,都限于炒清绿茶,各有特点,丰富多彩。 由此推进又发明了黄茶、黑茶、白茶、青茶、红茶五大茶类。